731的鬼子们正在鼓掌庆祝 他们的人体实验终于成功了 可就在这时 助理发现心跳异常 下一秒 床上的男人挣脱了枷锁 抓起旁边的医生就捏碎了他的脖子 旁边的护士想要逃跑也没来得及 大左剑撞立即下达了射杀指令 可男人刀枪不入 常规武器根本就不起作用 接下的一幕就非常的赏心悦目 剩下一个医生被吓傻了 赶忙起身逃出门外 按下按钮将铁门放下 可他却没想到男人竟还会用枪 时间来到了2022年 韩国将从菲律宾引渡一批红色通缉犯 鉴于这都是些穷凶极恶之人 特派了一批经验丰富的老行警同行 他们被押上了回国的轮船 另一边 一支神秘部队接管了韩国海事局 回首的长官是德善罢 他们赶走了海事安全局的所有雇员 似乎即将有大事发生 轮船上随行的医生 刚上船就偷偷藏了几只医疗器械和药物 然后根据隐藏的地图 来到了轮船的最底层 这里躺了一个似人非人的怪物 仔细看就会发现 他就是那个被鬼子改造的实验艇 几十年过去了 他竟然还活着 医生颤颤巍巍巍为他注射了镇定剂 与此同时 轮船上的罪犯们也开始不安分起来 趁着刑警们放松警惕 满身纹身的阿斗看准时机 从嘴里吐出了一根铁丝 将手铐悄悄打开了 而一帮船员也趁这回宫 在仓库换上了装备 准备和阿斗来得理应外合 东旭一行人的行动本来是有计划的 可惜被刑警撞破 于是他们索性不装了 掏出枪就朝警察冲了过去 解决掉几个警察后 他们一行人又闯进了驾驶舱 一进门就干掉了船长和驾驶员 之后用枪逼问出了所有通讯设备的位置 并将其一一摧毁 为了与外界彻底失去联系 他还让手下登上通信发射装处 将信号连接线一一砍断 与此同时 德善霸的部队也在屏幕上 失去了轮船的行踪 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尝试通话 都没有得到回应 德善霸立马意识到不对定 让手下迅速部署卫星找到轮船的位置 此时正在看守犯人的女警秀珍 也发现手机没了信号 对讲机也无法接通 随即带上配枪准备到外面查看情况 一名刑警发现阿斗这边有意想 没等他靠近 阿斗率先发动了突袭 而东旭带着手下也赶到了这里 与走廊里的刑警基站在一起 警卫根本不是这群柜子手的对手 请客间就躺了一地 此时阿斗也干掉了眼前的刑警 原来阿斗是这些人的老大 被压卸的犯人统统被解开了束缚 面对一地的刑警尸体 只有到日毫无表情 虽然他也是罪犯之一 但他显然不赞同阿斗的手 好心劝他安分地按照计划回到韩国 可阿斗却一句也听不进去 另一边 听到枪声的老普带着秀珍等 赶到了驾驶室 双方一见面就展开了激烈的火力 面对敌人猛烈的扫射 老普和秀珍只能以致取舍 在两人的默契配合下 东旭被命中要害倒在了地上 此战刑警死伤惨动 他们赶紧回到关押犯人的船舱查看 可没人注意到 大量的血液顺着管道滴落到了怪物楼上 沉睡的怪物闻到血腥味瞬间苏醒 他缓缓摘下了面具 一场杀戮即将开始 女孩听到屋外传来尖锐的碰撞声 他好奇地向外看去 突然 一只胳膊伸了进来 花季女孩就这么惨死当下 那个凶猛的怪物倒挂在窗前 盯着眼前的男人 男人顿时魂飞魄散 他惊恐万分地冲出门 而与此同时 阿斗一伙人也遇到了这个怪物 他们看着凶残无比的怪物 一时间静呆冷在原地不敢动 怪物不仅力大无穷 而且还刀枪不入 阿斗只好赶紧逃离这个地方 可怪物并不想放过任何人 三两步就追上了想逃跑的敌人 拿起八十公斤的狼头 就朝阿斗的头部砸去 几个八十过后 阿斗的脑袋被砸成了僵壶 一时间 整个船舱血流成河 引擎也因此受到了破坏 轮船停止了运作 到日拿出匕首与怪物的平 但却在看到他胸口的印记 拾愣了一下 他似乎知道这个怪物的来源 趁着怪物不注意 他赶紧关上门离开了船舱 而另一边 德善霸通过卫星 发现轮船一动不动 他意识到一定是出事了 就在这时 李市长给他打来了电话 奇怪的是 他的胸前也有着 与怪物相同的印记 李市长责令不惜一切代价 一定要将怪物带回韩国 而这个擦屁股的任务 落在了德善霸的头上 这让他十分愤怒 一拳击穿了遍电箱 他的一只眼睛 也在这一刻变成了蓝色 老普等人来到走了 恰巧碰见逃出来的医生 医生慌乱间说漏了嘴 将给怪物注射镇定剂的事情 说了出来 几人为了搞清怪物 到底是什么来路 随着医生来到了轮船底 发现怪物已经活了近一百年 他被日本人注射了一种神秘的强化剂 这种强化剂 不停能增强人体的兽性和体能 还能阻止人类衰老并延长寿命 这就等于是长生不老药 后来这种技术不知为何 被韩国的某个组织得到 一直秘密在国外 进行生化人的改造和实验 而这次他们就是想通过运送罪犯 将这个初始样本带回国内 可没想到路上却出了这样的岔子 此时一架武装直升机 正向霍伦使用 带队的正是德善霸 他下达命令让所有人注射强化剂 秀珍带着医生等人刚好遇见了他们 可没想到德善霸二话不说 举起枪就将秀珍打死了 丧心病狂的小鬼子创造出了一个怪物 却被失控的怪物给反杀了 几十年后 怪物依然活着 还被一个神秘组织用来做生物实验 制造出了一种吃了年轻十岁的药物 可就在他们想将怪物秘密运回韩国时 意外却发生了 德善霸受到李市长的指示 亲自登船将怪物带回国 还解决掉了船上的所有知情人 道日赶来后就看到了只血腥的一幕 他一路之下向德善霸发动攻击 几乎一瞬间就来到了德善霸身边 并迅速将两边的士兵残忍干掉 然后将德善霸死死按在墙上 这时德善霸才反应过来 眼前的男人不简单 他伸手扒掉对方的衣服 发现对方身上也有被改造过的印记 道日竟然也是一名改造人 这时德善霸才反应过来 李市长让他真正带走的人其实是道日 多年前 一处仓库内发生了一起黑帮争斗 而道日是坚持到最后的那一组人 等双方都拼光了 德善霸才带着手下进来搬走实验品 他们需要用半死不活的人做实验 实验中 大多数人都死在了实验台上 而道日也不例外 在注射了强化剂后不久他就没了心跳 而他们这些尸体也被扔进了猪圈中 可就在这时 道日突然活了过来 侥幸活下来的他也娶妻生子 开始了新生活 然而不久后的一天 德善霸还是找到了家里 将他的妻子残忍杀害 连他刚出生的儿子也没放过 面对杀妻杀子不共戴天之仇 道日刚想动手 怪物就向他们几人杀来 德善霸立马下令开枪 眼看手下不是怪物的对手 德善霸直接和怪物激站在一起 一个回合较量过后 怪物被德善霸轻松拿捏 之后被德善霸一脚踩在地上 哪怕是不死之身 也逃不过脑袋搬家的命运 剩下的就是道日和德善霸最后的对决 两个人从船舱里打到了船外 就在两人僵持不下的时候 以为是稳操胜券的德善霸 开始嘲讽道日死去的妻儿 让道日的愤怒爆发到顶点 一番听杀过后 一刀捅进了德善霸的心脏 然后一记中踹把德善霸踢下了船 他知道德善霸不会死 跳下来给了德善霸喉咙一刀 彻底为妻儿抱了头 镜头一转 在一处小岛上 李市长来到一个私人监狱 在这里看到一个被捆绑的小男孩 他跟道日的长相十分神似 而他的眼睛也呈现出了 诡异的蓝色